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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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事故發生的原因跟影響因素 那我們在交通事故偵查 一開始說的就是去收集資料那個人 這台灣當然是警察同仁在做這個事 他在那邊登錄半天拍照片量半天是要幹嘛 所以找發生的原因 因為他知道後面人家會爭執 就像剛才那個例子 台中那個例子 爭執什麼 他開的車 可是他說我開的 我好笑 這樣子比較少 兩個人都活著在那邊推說他開 他說我開 這個很少 這個應該對此對不起來 通常這是一個過世了 我們都懷疑那個活著人開 活著人都說死者開 一般是這樣 一般都僵在這 因為開的人變成要負擔責任 對不對 活著人就不願意承擔責任 那死者沒講話 所以沒辦法變 所以其他死者 活著的親友 或他的代理人 就要幫他講話 找那些證據 所以警察去收集 其實最終還是要知道真正的發生的原因 警察拍那些紀錄那些東西 雖然他當下不知道做什麼用 所以我們要求他忠實詳細的 收集就好了 但是如果一個特定的事故的偵查 得到的資訊 常常你尿那些資訊也不夠 你知道嗎 甚至像剛才那個台中大翻車這個 其實中間缺了很多塊 沒有關係 為什麼 這些關鍵點你把它抓住之後 關鍵點抓住之後 你中間就可以去翻轉了 看怎麼轉 你知道哪裡曾經碰過東西 哪裡會變這樣一定碰到什麼 有沒有 有沒有 左後門的後半段這種事啊 有沒有 車頂右梁啊 不是平行的滑涵啊 這些事啊 這些事代表什麼 你把它拿車在那邊滾一滾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就用想像有些東西有點小困難 真的要有車子 這是翻轉的狀態這種 翻滾的狀態 一般的車子撞的時候 你沒有車子都還好 可是我們長期經驗就這樣 我跟各位分享過 上髮店特別麻煩 你不帶車去特別麻煩 對我們而言是要花時間 就浪費時間了 因為講半天人家很難理解 所以你只會被人家一直問 因為他聽不懂你說什麼 你把車子帶去的時候 我們甚至把那個紙也放出來 故意把這白紙啊 白紙上面就畫成那個馬路的樣子 畫成馬路那些線車道線啊 你車子就是上面移啊 移的那看他們就看得懂 連那個當事人 當事人就是 大部分人知道 他要不要反駁而已啊 或是他會否認 那至於其他人啊 你還要給其他人看你知道嗎 對照方啊 還有什麼 還有辦這個案子的檢察官或法官啊 你要讓他看得懂耶 他看不懂他還要繼續問你啊 所以我們的重要的問題是交流事故為何發生啊 完了之後你才去對法律嘛 所以為何發生你就在找什麼 找他的cause the cause 致因呢 是他產生的原因 發生的原因啊 那這些發生的原因啊 在下一個章會告訴你他的原理 單獨一個因素 maybe會發生 另外一個單獨一個因素 maybe會發生 在另外一個單獨第三個因素 maybe會發生 可是這三個沒多在一起 他真的不會發生耶 他有點小困難耶 對 所以這是要好幾個因素啊 把他組合起來 甚至他有次序性叫做連鎖性 這個發生 這個也跟著有這個條件 所以他變這樣啊 不然怎麼可能會變這樣 所以你想想看 有時候來想說 一個車禍會發生到這麼壯烈這樣子 還真的機率很小耶 很不簡單耶 為什麼 各位經驗沒有那麼多啦 開車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會很累想獨咕耶 開車我們也獨咕過啊 可是獨咕不是在車上睡覺幾秒 不是啊 零點幾秒就很可怕了 會啊 會這樣啊 就這樣恍神一下 Going nowhere 即使你是獨咕的啦 就是fatigue 就是疲勞啦 知道齁 就這樣失神啊 零點幾秒有點可怕啊 失神幾秒在高速公路上 跑了幾十公尺了耶 所以你記憶中會少掉一段啊 而且他通常不會這樣少0.01秒 0.2秒 其實是現在少0.2秒 然後好像有醒了 等一下又少0.1秒 所以你那片段整個都接不起來 因為印象中沒有那一段路 喔 好 純粹你打瞌睡也不會出車禍啊 對吧 怎麼那麼巧這一次出車禍 車子是往右偏呢 往右偏也還好啦 平常有時候壓到路邊線 咕咕咕咕 因為高速公路有那個 貓眼啊 防光鏢牛 對不對咕咕咕 就叫起床了 也沒事啊 哪知道這一次打瞌睡右偏 那麼巧旁邊在攔檢 砰 對啊 警察在前面就被撞了 跟那個貨車司機啊 所以很多因素中 只要任何一個不存在 事故就不會發生耶 所以它是個多因素組合 最後才顯於外 有那個事件出現啊 所以你把這些因素通通撈出來啊 叫做the causes啊 我所有是好幾個因素 那這個什麼是因素啊 這導致事故發生的環境啊 沒有它這個事故的結果就不會發生 那因素是造成事故結果的必要條件 不是充分條件 那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今天我們去看了那個 大眾機要上高速公路的檢核啊 有一個摩托車大眾機出了之後 他們車子很少啦 出車很少嘛 那大眾機群體的人都想要知道 這是什麼啊 因為他們很少事故的事件 冒出一個就突然變很大嘛 聽懂齁 0跳到1就是無窮倍數嘛 會有這個味道 所以他當然會很關心啊 那我們當然要拿來仔細看啊 他們會懷疑是不是路有問題 那一天道路潮濕因為下雨 然後警察又給他勾一個是滑倒的 喔 當事人沒有死亡啦 你如果把他拿筆錄來看就會另外看出一些眉目了啦 那當下當然因為機車團體也許會覺得說 這一筆帳不能算我們啊 這說不定路不好 我不反對啦 但是這種要調查一下才說得準嘛 才說得準嘛 maybe not maybe yes 為什麼啊 因為其他人為什麼不在那邊出車 其他人是四個輪子啊 你是兩個輪子啊 對不對 這很重大的差別喔 兩個輪子同樣地上有那個反光飆扭 那個貓眼啊 對不對 那我四個輪子壓到只會叩叩叩叫起床號而已啊 整洞一下 可是你摩摩車一壓的時候 你可能會自然反應喔 你會想要煞車 你會想要煞車啊 那一壓的時候 你一煞車輪子又剛好過那裡 那剛好就鎖死了 很可能就滑倒 就這樣 就這樣 所以要看真實啊 所以我們這去調查是有用啊 所以我們這去看事故 的這件事是有用耶 像那個就可以比較明確化說有什麼問題 當然警察同樣勾說道路沒有缺陷 也是他的初步判斷也不是為真啊 因為你要去看 說不定就這麼巧 他那個滑倒那個地方 說不定就是撲面有缺陷啊 不過像這種case 如果有警察通常會很明確會寫啦 會寫 他們會去看啊 初步會去決定這件事啊 那是不是真實他們收集資料的時候 仔細去看他會去找這些事 那這些事故啊 噪音分析你會找到幾個可能 那你都一直在懷疑是或不是 有幾階段 那老師就說我還是這樣 那我通常只是一分為二而已 我不放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我最少不要去講這些事 我講確定的跟不知道的就好了 我不喜歡放一個比例 那分階裡面啊 最肯定的叫做certain 就是確定的事 就是有發生啦 所謂certain certain event啊 就是p等於1啦 機率啊 其實就是已經出現過的事 這種推論啊 由建立的事實已經證明了 就是有發生 所以這叫certain event 必然發生就是已經發生這種 那另外你如果在描述裡面啊 想要說 我覺得這應該吧 但是你缺少一個實質的那個 資訊或證據啊 由已有的資訊得到這種推論 但無法充分證明 有喔有喔 像剛才那個例子 台中翻轉車子這件事啊 你如果中間有幾段來問我的時候啊 我是很高的機率認為是有這一個啊 可是我沒有市政來support他 我靠什麼 靠整個事故的鏈 重建起來前後的關係 懂嗎 我來弄這個啊 你如果把它切開問說 你憑什麼這樣說 我是憑前後這個啊 知道嗎 這叫什麼 你不是內插法嗎 這是這種知道這裡知道這個啊 所以內插法大概是在這裡啊 對吧 你學過吧 用這個方式啊 那更低的那個可信度啊 自己覺得啊 沒那麼穩的啊 還可能 只是由部分可以利用資訊得到的推論啊 所以你用詞的時候要很小心啊 那有時候串連不起來沒辦法 你真的會撒這個字出來啊 不然你會故事連不起來啊 那也很扯啊 不是嗎 所以你會有碰到這樣的困境啊 不過用文字 最好的建議是把它講清楚 假定你硬是要拆那個關鍵 你絕對是不拆這種意見出去 人家看不懂 那你也要講得很清楚 是拆 不然的話交叉結問的時候 人家一定challenge你 打你槍 你憑什麼說這樣 你講完之後沒有依據 他就會告訴庭上 你注意看電視啊 那個美國的劇裡面都會有啊 對照方就會要求停上這一部分是不算證據 知道嗎 因為那是他個人的想法 是鑑定人 你出現可能當證人 那是鑑定人個人的想法啊 就像什麼 就像剛才你還記得嗎 翻車那個有一個證人啊 一開始去的人聽到聲音過過去的人 他不是說那個人 我問他是不是你開車 他給我點頭 有沒有 所以他認為他開車啊 那個小弟有沒有 事實上不是啊 我老師最後怎麼看也不是啊 沒一點去跟警察上課 那警察通人他們地線天天在用 看車禍的人 所以理論上他會 聽完課他回去用的時候 會用到一些東西就覺得 不錯不錯 好我就回饋了來告訴老師 因為我平常也不會去玩這個 那我看得不錯啊 是啊 所以要告訴你們啊 第一個啊 是這個破度計 各位看過那個實體的 analog的 然後看過我拿了一個那個數位的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再用了三四千的 這個不要錢 我秀給你看的那些道具啊 其實現在我出門不用 我身上會手機嘛 這個拿出來就好了 很準啊 這個桌子有沒有偏 你看0.2度啊 有沒有偏很準啊 真的啊 我們的精度還不要求到0.幾度 幾度就已經很準了啊 所以這個 這個APP叫什麼呢 他有好幾個跟他類似的 但是我會推薦給你的 給你看的用的一定是好用的啦 老師一定用很久很好用才會告訴你用這個 那如果還有更好的 一定是我不知道的 不然不會我不用 那好的是 你進去APP找呢 他叫做 Protractor Protractor 他是潛斜劑 所以你找到你把他下載 隨時就可以用 我自己也去準備了那個 我最開始是找那個軍用的 那也很準了啦 其實也很準了 可是會耍寶就買了那個 那機械式的 那機械式的 你知道直北針嗎 直北針 直北針有什麼用 你到了現場的時候你要知道這個路啊 馬路的那個方向是什麼 你如果要進階去求算用 動能不滅定律 動量守恆定律 那是下面深一層的 那可以倒著來反推在路口狀的時候 然後車輛開多快 知道嗎 那那種東西你到現場 你一定要知道這個馬路的方向是在哪裡 因為有一部車是沿著這個馬路在開嘛 所以他的運動方向 你才會知道他的角度不是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為了這個也去買過那個 那很好那個數位的 在地池裡面 那你拿起來 不論拿去哪裡 燈關掉也一樣 圍起來也一樣 他就知道那幾度在哪裡 正北在哪裡啊 我們真正做過 老師真正算過這個 我去路港 還有一個限地撞了 那就典型了兩條路 他還不是直角交叉 都沒關係 我們都有辦法算 你現場去量他馬路 你就站在馬路正中的那個雙黃線有沒有 你就對著他看這個是幾度 你就知道他的運動是幾度 另外一條路跟他斜交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90度啦 可是近乎90度不一定 你兩個都把他量 你就會知道兩部車 兩部車側向狀知道 你就知道他的運動量 他的運動方向是幾度 你在解題的時候通常都解成X跟Y嘛 知道X方向跟Y分像兩個垂直分量的分量嘛 那就可以去算了 所以也有這個直北真 直北真非常的多 這個就不一定非常unique 但是我挑是挑這種透明的 透明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我們才會知道這馬路這條線是幾度啦 而不是只有看他喔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因為馬路上會有線嘛 水溝嘛 whatever 這個是透明的啊 他是透明的啊 透明的知道幾度 這立起來不準了啦 你要橫著看喔 要平著看這是透明的 那這個又叫做什麼呢 中文就叫指南針 黃黃中間白白了 這個很多啦 這很多人會需要用 所以很多人有在用 我是告訴你說 提示各位有一個是 畫面是透明的你才好用 一般的指南針很多不是透明的 就是輪胎裡面灌水泥啊 先前有跟各位說明過了 那個東西叫做drake slate 一個字就一個字 那其實是 類似人家下雪天下雪地的地方在玩的雪橋啦 有點像雪橋 你看得到他是 他是什麼 他是 輪胎消一塊裡面灌水泥 有沒有 對啊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東西多重啊 你可以蹭他啊 可是因為他跟地上之間 馬路之間 鋪面之間的摩擦力啊 我們要的是那個煞車阻力係數啦 你要去求算啊 所以你一定會用手去拉 拉 這有個彈簧蹭啊 你要多大的力才能讓他動 同學來問說 老師那個近摩擦最大不是比動摩擦還大嗎 那你如果記得沒錯 對對 是這樣沒有錯喔 是這樣沒有錯 可是那個呢 還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會這樣 你會近摩擦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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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記得嗎 會這樣 對不對 到很高峭峽 下一點點然後就平著走會這樣 所以你量起來的時候 可能是那個pick那裡啊 那差一點點而已啊 我們就把它當成這個水平這個 constant這個來用嘛 來算那個f值啊 因為這個是在古典的方法裡 你沒有任何道具的時候你怎麼辦 你知道這些方法就不錯了 這在允許誤差範圍裡面啊 所以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允許這樣做 所以這個drag sled啊 就是在做這個事 他不是只有告訴你這個道理 然後公式像這樣啊 你可以喔 你譬如說這個重量啊 是47磅啊 你拉的時候需要30磅拉他啊 那就47分之30啊 等於0.63啊 就是這樣啊 那那個f在拉的那個地方就是 我們上課給各位看過嘛 那檀房秤嘛 對不對 你一勾引力拉就有啦 我跟各位說了 我們在台中市警察局交通隊 他們有準備一個這個 有 他們有做這個 所以各位回家可以參考看 是這件事 你去試啊 那在試的過程中 他教你一個 一般化的這個常識 也就是說你要多試幾次 真正出事故的那個點那個地方 你多試幾次嘛 多試幾次那個紙會 會有點飄動 但是基本上在那附近啊 不應該跑很大 不應該跑很大 除非那個地方非常奇怪 裡面就告訴你這個事 說好啊 我假定我沒有那個設備 我沒有花很大的錢 好幾百塊啊 大概現在要1000多美金喔 那個Viricom 測F值的機器啊 非接觸式的 我們有那種東西啊 可是一般人不一定會去買那個啊 我們在試鋪重建師的網頁裡面 專業網頁裡面 都可以看到他在賣二手 可能有人老了退休啊 那東西怎麼辦 那也不能當玩具啊 一般人不懂那什麼啊 是專業人會有用啊 有啊 有人在賣二手的 我在市場上都看過 那個東西在圈內是非常 Essential的一個設備啊 既定說未來你都有ABS啊 今天就來加強那個車輛的部分 那事故鑑定裡面各位會碰到說 行人啊你在練那個烤駕照的時候也碰到過啊 說行人闖紅燈你開車也不能撞到他 對吧有聽過這件事嗎 行人在走路的時候他紅燈他跨過半馬線 跨過馬路被你撞 你還是有責任 有聽過這件事嗎 他的例裡面是在保護行人 但是那個法是在規定開車的人 說行人假定他紅燈讓他跑出來 你還是要讓他 懂嗎 那是在跟開車人說的 可是對那個走路的人而言啊 交通法規裡面也有啊 交通法規裡面也有啊 紅燈你不能過啊 這樣聽懂嗎 雙方都有克制啊 那真正發生會怎樣啊 那因為行人跟腳踏車 甚至上一街道摩托車 都叫做弱勢用路人 V.R.U. Vulnerable Road User 你去查全世界他是用那個詞 保護這個弱勢的用路人 所以都有給他一些特別的待遇啊 所以你如果行人在路上被車子撞啊 通常啊別人都會有一點責任 那我碰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案子啊 那就要帶入那個human factor裡面的事了 前前你學過啊 我們有談了啊 human factor的事啊 人車路裡面有人喔 對 人是有極限的耶 人不是像那個things東西啊 你可以IoT啊 Internet of Things啊 物聯網啊 叫他們通信是沒有時間限制啊 人不行啦 你告訴我一件事我要零點幾秒才會聽到看到嘛 再給我過一秒我才會反應啊 不像機器都是接收跟反應都在零點零幾秒嘛 幾乎是瞬間幾乎是 It takes no time嘛 你都覺得好像不需要時間 有啦他只是很小很小 所以人不是啊不用這樣想啊 這是判決書 那我們怎麼去找這個 因為這個每一個案子啊 他都有他自己的案號 比如說這個啊 新北地院103年交易94 對不對 憑這個號碼你就可以去找到囉 進那個司法院知道齁 裁判書搜尋的查詢那個網頁 你一進去要有這能耐啊 他問你哪一年啊 要你哪一個法院的啊 這是新北地院103年不是嗎 啊號碼是什麼 交易94啊 啊你就可以找到那個判決書了 他的原理就是這樣 而且現在很厲害啊 幾年來政府這個一直建構一直建構 他把他數位化做得很好 從前我們沒辦法這樣查 現在查好厲害 我們都很快可以查了 所以律師對這個的引用啊 也都很方便啊 他們互相公訪 大家都是資訊對等啊 你要找過去的案例啊 但是你要頂功夫才能找 當然熟練的話找得快差會差在這裡 這個案子啊你看啊 通常主文沒幾個字吧 對不對 到了主文這裡就結束了啊 主文啊你看到這裡啊 到這裡就一下就結束了啊 憑正義無罪 他是什麼事呢 他是騎摩托車撞到一個行人 行人是從路邊啊 路口一彎過來 一彎過來 離不遠 離不遠 離那個路口不遠 這行人想要過去 可是他中途又覺得 車子太多了剛剛變綠燈了 剛剛變綠燈 車子太多了 他又折回來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你從路邊拉滑過去 他就這樣出了一個燈 那這種呢 你如果有錄起來很OK啊 沒有啊 沒有錄到 就很麻煩了 人家受傷你就會有問題了 你就會被論究你有沒有責任這件事 通常是主文完了之後會有理由 法官他有心證嘛 他理由 那理由會說別人怎麼說啦 公訴就是檢察官認為啊 這個齊莫洛斯的林先生 什麼時候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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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啊 所以而且檢察官的指證 他又底下這幾個證據啊 來說他是有罪的 包括什麼警察的這個事故現場圖 包括車審照片 然後醫院的 然後新北車建會的 欸有啊 車建會好像也有說他有一點刺音啊 然後呢 好然後這個就是論法了 論法沒關係給他去論 但是當事人呢 會有一些說法 他會覺得是嗎 沒有啊 我哪知道有人會闖紅燈 所以我來不及啊 知道齁 好那底下呢 就是有一些這個調查的東西 調查的東西 這些調查的東西來自於 警察的那個 基本的那個檔案裡面啦 然後幾次開庭啦 警察的筆錄啊 然後後續檢察署 調查期間或法院開的期間 雙方的律師的工房啦 他都會掏出來 包括醫院這些啊 然後還有證人啊 底下就開始有證人了 另外有一個證人 另外一個也是騎摩托車的 跟在那林先生後面的 太倒了 因為這騎摩托車 撞到行程就倒了嘛 這個女生證人在他左後方也倒了啊 但是他沒有告人家 所以他就只當證人而已 他就只當證人 出來講過幾次話 所以他看了有一些東西很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看到前面的這個摩托車的人 撞到行程嘛 所以他會講一些話 那會有用啊 他很靠近 你要知道這在新北 新北有些地方摩托車很多 你想你會騎多遠啊 都很近啊 其實都很近啊 能不能騎很快 你看那車流量就知道了啦 車流量很多的時候 除非你是年輕人 不然你也很難很快啦 是不是很快倒地之後 你去看那個刮地痕就會知道了啦 你如果騎很快把他撞了會怎樣 會搬很遠啊 聽懂吧 如果你不騎很快撞了行程 你一定在附近啊 那一看就會知道了啦 當然這個你要數量化 就有一點點小困難 好 然後呢 底下這個事實建立了 那底下有一些規定 法官就會拿一些規定 或雙方的 大概可以引用的交通規則的規定 說這個這個這個你要怎樣啊 你要注意啊 通通通通通通 一定要啊 還有一些過去的判例啊 有沒有啊 最高法院的判例啊 所以是這樣這樣這樣 好 怎麼樣才可以論人家有罪啊 好 然後 他就開始論理了 好 他會開始論理 那論理裡面的東西 大概是 整個事實裡面所談到的啦 車子什麼時候來 什麼時候來 然後呢 碰到誰 然後呢 出完車禍之後 車子放在哪裡 好 然後呢 然後這底下 這個很多 這很可能是老師寫的啦 果不其然 底下你看 他會寫這個啊 好 他會引用我們的 我寫的詞啊 這個倒是中信啦 這是描述說在哪裡啦 我們會描述車禍什麼 發生之後布局嘛 所以要去解讀警察的現場圖喔 你看到一張圖 你要有能耐用中文把它寫好喔 你看到一段中文 你要有能耐把它畫成圖啊 不然 不然你怎麼跟人家 communicate 跟同行根本講不通了啊 他沒有標準答案 只是說你那描述要有人看得出來說 那些關鍵的東西通通在 誰在哪裡 誰在哪裡 離多遠 所以他們相對的關係 跟相對的尺寸啊 上面是會有的 重點就是左右邊啦 距離多少啦 那裡比如說我們交通工程裡面 有一些離路口啊 離行穿線啊 對不對 多少啊 相對的電線桿在哪兒啊 因為那個兩尺寸才知道 你到現場去看才知道啊 所以這上面都有描述了 描述這些事 包括第幾根那個整路紋 幾根有 我們要講這個啊 因為這個就會知道離多遠啊 這個有用的啦 倒下來相距不遠啊 所以顯見測速不快啊 我們就把這個建立了啊 會講會講這個 好 那學校等一下會給你看 學校的那個鑑定意見書 好 那車上也 車也沒有什麼刮痕啊 所以你看我們解讀什麼 解讀當下長什麼樣子 各當事人怎麼說 然後看物理激證 車子都怎麼樣 車子哪裡怎麼樣哪裡怎麼樣 都要描述啊 如果兩尺寸就兩尺寸 每尺寸就Let it be 好這些都把它描述了 旁邊有那個 計程車啦 那好像是停在那兒了 膠大後來給了一個這個 松花沒有開很快 當事人也都這樣說 所以大概是符合 是大概沒有增值 來重點來了 這個很有用的 我們引述了N次了 好今天你剛貼出來各位 當你的參考的那個 常用的詞啊 2018的啊 在遭遇無預警的交通險禁時 95%的駕駛人 可以在1.6秒內完成感適與反應 Perception Reaction Times 這個是1986的一個經典 他們印不出來 那是copyright 不是有C啦 有啊這個是一個經典啊 我們在human factor裡面用的非常的多 那我們通常的算法是這樣 我夠不夠時間反應 誰都會說他開多久 開多快嘛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就用當地的速限 官方限制說這個地方可以開多快 我們就用那個來當做標準來算 說我如果照這個官方給我的速限50來開的時候 我碰到這件事 我需要多長的距離 我需要多少的時間啊 才能避免跟那個事情碰到 懂嗎 避免跟我的險境相遭遇啊 encounter 那是可以算的啊 把這個算一算算一算 用50來算啊 會怎樣 那好啦 如果是用30啊 他該減數30啊 1.6秒可以跑13.3公尺啊 而且如果以30啊 要把他煞到停啊 你f 只要假定一個數字喔 這各位注意看重點是這個有括號喔 懂嗎 有括號喔 我們用0.75 不然你會被叫去問啊 問說你為什麼說4.7公尺 你怎麼算 反正你的assumption 全部把他交代得很清楚 沒關係 別人要用0.8隨他吧 你用0.75 你就很負責的交代就好了 如果用0.75很簡單啊 你時數30你會算出來 你需要4.7公尺 所以一定要有什麼意思呢 我要離那個行人要過的地方 他突然過要回來 我要離他18米喔 我才有可能 然後一按 然後滑到他腳邊沒撞到他 知道齁 現在是在建立這件事啊 這法官都會看得懂 發現他才可以緊急煞車 立刻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沒辦法 好 所以法官看完之後 就建立成說 喔 需要18公尺 或者是大概2.16秒 因為1.6人反應 然後再加上0.幾秒 然後看 那個證人是在輔佐 輔佐說 喔 輔政說他在後面 看到那個人跑回來 在這裡在這裡 形象號之為紅燈 即轉身欲折毀原處啊 立刻遭被告撞到啊 那當事人其實他也有承認 那個是老實的婦人啊 他也不會亂白話 那時候 看來紅燈要過去 覺得這是很多 我就想說 我要回到安全島 現在講要回到安全島 這是side walk 平常那個人行道 離路口不遠嘛 他就想要走回去啊 你知道齁 姐姐啊 當時快步過斑馬線啊 闖紅燈啊 然後又折回來 穿了一公尺位機 預轉身折返時就被撞 他自己也要承認這樣做 他要引述說 他們的其他的鑑定是這樣啊 車間會是說這個 未一號制為原因 好 然後這個沒有因素 啊不 這是交代 交代是用這樣 其他的是說 機車是赤音啊 那行人闖紅燈是阻音啊 知道齁 結果呢 結果法官喜歡交代 當然是看個人 不一定沒有法官會這樣 那證人也是輔佐那件事 好這就往下了 各位回家可以注意看 好 那車間會是認為機車赤音 副議會呢 也認為這樣 最後呢 最後呢要收尾結論啊 他說呢 這件事啊 是快步過去 緊急狀況下 應變時間距離不足 所以驟然無法反應而造勢 所以這騎機車應該沒有他的事 所以才會 因 自應為其無罪之欲之 所以判他無罪 我查了這個後面沒有follow up 就是沒有這次上訴啦 所以就結束了 這個案子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學校出的鑑定立件書是長這樣 這典型啊我們這樣做 第一段就把那現場圖講一遍了啊 是在哪裡啊 然後中間有畫這個分向線之線啊 雙黃線啊 然後呢 往東的寬度3.6啊 東來向是7.0啊 我只差很多耶 3.6跟7.0是不對稱的路啊 那路口畫行穿啊 車子 車頭朝哪裡啊 停在哪裡啊 已經浮正駕立起來了 那另外一部車又停在哪裡啊 反正講那個現場圖而已啊 然後接下來就看每個人都說了什麼事 每個人都說了什麼事 沒關係讓他們說了什麼事 有利不利都沒關係啦 重要的就好啦 因為有一些是不正確的啊 你要知道 我們一直以來會遭遇這樣 有可能是不正確的 直接衝出來就摔車了 正人也是這樣說 那車損呢 沒有實質的什麼真正哪裡壞掉 車子架起來也有 然後呢 按尺寸啊 非高速 你看法官很喜歡這一段啊 沒有高速行駛 因為前面有推論 因為他們倒掉很近啊 那我們引述這個 你看判決書就是都用這個字眼啊 知道啊 判決書都用這個 這個有學理的東西啊 會很有用啊 有沒有這裡copy write 就是copy write不是C啊 好 那我們也算給他看啊 有沒有 法院裡面都是引用這些詞啊 我們算的詞啊 這個就可以說服他了 說服他了 所以說本案已屬措手不及 蘇南規則機車駕駛人 他是沒事 所以最終的判是這樣判 OK 這個是比較單純的 非常複雜的 後來還牽扯到監察院糾正好幾個單位 那這個案子啊 到更四神 最後才定驗 到99年 89年開始判 在那個之前啊 所以經過這久 10年啊 這不是死亡喔 這只有受傷喔 這就是重傷 可是中間在告的過程中呢 他不是告車禍 他是告殺人 那就很大條了 那罪咒很重了喔 因為被害人的論點是 這個殺死車司機是有倒車啦 他從頭到尾一直這樣認為 所以裡面就很複雜了 所以複雜到你看跑這麼久 那跑這麼久呢 車監會副議會都走過 然後呢還去 去逢甲去交大 去警大吧 所以你就知道弄很久 那專家都是各有幾件啊 所以他就兜不太起來啊 所以他就去監察院去投訴吧 監察院就有委員覺得這個案子 不是只有個案的事啊 因為在民國90年的時候 曾經糾正過一次啊 事故鑑定這個業務啊 包括那個警政署啊 警察大學啊 內政部啊都被糾正 就是說車禍鑑定做的不好 受證做的不好 所以就有監察院對這個有興趣啊 所以這個案子走完之後啊 後來監察院也有一個糾正案 因為調查的把 前面有做的參與都列在裡面 所以我們的名字也都被放在裡面去了 就是用那個 裁判書尋找的方法 知道嗎 你就會把它找得很完整啊 很厲害啊 一個一個去把它夾出來看啊 你會看到他們的論辯啊 因為在這不同的審判的法院裡面 是不同的法官啊 他們有些見解會不一樣啊 懂嗎 就像我們每個人 雖然也許同樣是哪個學校畢業的哪個系 可是你的看法會不一樣 每個人都會有一些看法啊 好那沒關係啊 沒關係 所以這也不是對錯了 只是見解差異 所以我們就去把它調出來了 那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關鍵的事 這個案子整個都完全過了 乘埃落定啊 我在路上都會看到這種啊 我在輪胎痕的時候就告訴你啊 這個就是真正這個案子那個動作 只是所有人都看不出來那是什麼啊 所以一直在那邊爭執不下 有許多那個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台語叫做 有一個女生一個女生 看到影子就亂開槍類是這樣 那我深深以為 之後你看了越多 越容易知道答案 懂嗎 我們就猜的機率就會很少了 我們就會去refer說 就是那個 因為你會知道真的會變這樣 所以有一個很關鍵的 後來 後來這個就在我眼前發聲 用我的手機就 就在我的眼前發聲 用那個兩米而已啊 我站在那裡就發聲了 這很詭異喔 很詭異啊 這個案子就差點搞死人 當時這個案子是重傷害 等一下你會看很多血跡就知道 這個案子在網路上還有評論 當事人很不甘願 所以沒辦法 他會去到處申訴嘛 這個基隆 這邊往萬里 那個是什麼基金二路 一向啊 看著 這是基金一路這一路 這是二路的巷子 大家在這邊請紅燈 便利燈要動 一動呢 覺得壓的東西就停住了 那騎摩托車的女士 她家在那巷子裡 她要左轉去巷子裡 結果狀況就這樣 就這樣啊 摩托車在這啊 這個是砂石車啊 這檢查畫了只有尺寸 對其實沒什麼東西啊 她寫了這個你看 二機車的差地橫 她只是寫這個是什麼都沒有 其實她就只有尺寸了 就這樣 就這樣 她在這個半拖車 右側後軸的前方 注意喔 她只畫這樣 那這個被害人摩托車的情況是 是這個小腿的肉都不見了 聽懂嗎 就會骨頭啊 肉去掉很多 所以那屬於重傷害啊 那不會危己生命的 可是 後來恢復的還好 那還有幾個照片啊 就從後面看 跟那個圖剛才你的印象裡啊 你注意看啊 會看得出來 差不多是這樣啦 警察也畫得差不多是這樣 這是往後看啊 就這樣 摩托車就在那 她圖長這樣 還有 這個是哪裡啊 你只看這個 我如果把它框小一點 你覺得這會是哪裡啊 大車因為要轉向 所以前輪的 這個軸啊 是出來的 轉向軸啊 那後輪的軸 這個會是 是凹進去的 懂嗎 看輪子就知道哪裡了 我如果照片把你框小一點 給你拆啊 你要拆得到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個大貨車司機上車 有時候啊 他踏板很遠 有時候沒有這個 他會踩這個 好幾節可以踩 懂嗎 踩螺絲 踩輪胎 踩那個鐵框啊 是這樣來的 因為他一定是突出來前輪 後輪子凹進去 那你看到什麼 請問各位同學你看到什麼 這當下啊 就停住 就這樣 那警察來看 砂石車啊 砂石車當然會跑工地啊 到處都是那個泥土嘛 對不對 很正常啊 誰看到什麼了 從這裡 很簡單啊 不要把它想的太有學問 交通與氣象一樣 人人都會說 其實個個都不懂啦 大家看來都會覺得很興奮啊 特別是自己出車後 都會講的很興奮 各位看到什麼 應該是台幣 那個非常黑的那個啦 懂不懂 你要去看他很新的紋路啊 很新的痕跡啊 那怎麼才有用啊 因為是當下出車禍啊 他到處去逛 就碰到這個啊 這個啊 類似這個 嘿嘿這些 這個 這個 跟這個 懂嗎 這些東東啦 其他都不重要啦 其他這全部白白的 就是壓泥土了 這個 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 輪胎的胎面會跟 柏油跟鋪面 界面移動會掉 其他這本來就是一直會這樣 他要開好幾天才會掉啊 或是淋到水才會掉啊 反正他就好像一層漆而已 所以這很可能是喔 這可能是喔 We don't know yet 你看這有沒有凹進去 你有沒有看到輪走凹進去啊 這就是後面船洞走啊 雙輪的更會這樣喔 副輪啦 就是會掛兩個輪子呢 更會這樣 才能夠靠在一起 那這個你又看到什麼 一樣啊 大概是這種啊 那maybe這個啦 maybe We are not sure yet 應該是這個啦 這做歐的嘛 就是拍這個照片 不久前有人用力這樣一摸嘛 就這樣而已啊 很簡單的一件事啊 應該是這個啊 他沒告訴你這哪裡啊 這應該是異影車的後肘啦 這是同樣拍同一張 我拍兩次 那你看到底下有液體往外流 所以你也知道馬路的右邊比較低 知道嗎 看這些東西立馬要知道這些有的沒有的 你就可以去當偵探啊 果其不染啊 對不對 你看那個水質都往外流啊 這從側面看啊 這裡還沒看到非常的清楚 剛才這次 這是 後輪 動力輪是這個 轉向輪在更前面啊 在右邊這裡你看不到 然後這個是半拖車的 後面的雙軸 摩托車停在這 一下子你還看不出這裡的細節 等一下還會再靠近一點啊 這就長這樣啊 那白白這些都是警察當場噴漆的啦 要定位啊 要照相畫圖啊 要照相畫圖啊 不然會看不出來 這跟剛才是一樣的 好 在這兒啊 人啊 是被拖出來這裡 所以這裡有一些血跡 好這剛才看到了 有沒有黑黑的這些東西啊 那增值點在這裡 後來搞了十年都在搞這一攤 大部分人都看不懂是什麼 以我的見解啊 我到此刻還是認為我看對啦 到此刻 我還是認為我看對 到此刻 我還是認為一大堆人看不懂 所以答案都會不對 不懂人他很難理解 他只能被那個雙方論辯的律師啊 帶著走 懂嗎 也就是說你會聽信哪一邊的律師啊 會變成這樣 而不在你有主見啊 那這個案子啊 這裡啊你看得出來 什麼嗎 這裡很關鍵的東東 一直大家在爭辯是這個東西 一直喔 從頭到尾 因為他們看不懂那是什麼 你如果要去找的時候啊 我們的講義裡面那個輪胎痕那個東西啊 會有 稍微談到這樣了 他沒有直指這個 因為不是為這件事寫的啦 懂嗎 但是有談到 稍微談到 可以來解釋這個的東西 這故意把它拍很近了 你看到什麼啊 你看到什麼 關鍵在這裡而已 就這一張 我一直堅持我 大家對著就只有這一張照片就好了 所以你看這些人說什麼都不太準 因為物證很難騙我們啊 那物證除非你去 故意有人去 去 去把他改變啊 不然的話 如果撞了 大家都承認撞了就這樣啊 他們就把人拉出來啊 人拉來這裡啊 坐啊 被害人非常驚恐啊 他就說 我就一撞倒大輪子下想說我死了 然後呢這車子停住我還發現他倒退 喔他講到這句話 所以他從此就非常不諒解那個實際 懂嗎 真點是什麼呢 是這部殺死車有倒車想要把被害者免斃啊 聽懂嗎 所以這個案子告來告去是殺人案喔 他不是車禍喔 對不起喔 不是過失傷害喔 他那個案卷上面就是寫殺人案喔 非常吸睛的喔 我們去看車禍看這種殺人案 當然不是第一次 但是都是很吸睛的喔 還有驗屍報告裡面窒息啊 這種都是非常特別啊 所有人都是正常人 都覺得是在這裡 然後有倒退 知道嗎 輪子啊 這是不是很像那個 像不像 像喔 那每一輪都是這樣 當然會重複喔 到後面因為主張那樣的人 會從頭到尾一直講repeatedly 雙邊都這樣喔 不是藍邊 雙邊 在辯論的場域就是這樣 你看持續一直講嘛 一直講一直講 這白的部子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說他有點灰耶 然後再下一步就 對啊他不是白的啊 都論證成功了 到最後就說他是黑的耶 然後就說欸 日本是黑的耶 哇好厲害喔 黑的啊 他明明就長這樣啊 辯論的結論是這個是黑的啊 你看好厲害喔 我剛剛說你是辯論 我指的是辯論喔 辯論的所緩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有那個印象的時候 往後你就一直用這樣 那你看過人家論證這樣 你接受你會用那樣的論證 懂嗎 這辯論裡面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會很主觀喔 所以我們如果弄錯 就會從頭到尾會堅持喔 因為那個道理是這樣 所以我們會謹守那個答案一直這樣做 除非有哪一個很關鍵的 一弄就喔 對這別塞 這根本不能這樣喔 對啊 那你會去認錯喔 不然是不堪 老師最終寫的是沒有喔 所以這個人最後是 就這個殺人這個是無罪 別的是不是有什麼罪 輪子跟摩托車之間的關係 注意看啊 這個地方啊 你看得出來這個輪子往前壓 這個你的踏板不是斷了嗎 看得懂嗎 這踏板斷了 他往前擠 這個看得懂是這裡一件事 另外這個要能解釋 懂嗎 這裡不是有很多血跡嗎 這其實就是那個小腿的肉屑 肉 那你會說這怎麼生成 這等一下再說 先說這個 你看這個輪子往前滾 把這摩托車推 然後停住就這樣 我問你啦 如果他有倒車啦 我問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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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三遍了啦 我一直要問你啦 如果他有倒退 最後會長這樣嗎 這是國中物理啊 一定不會啊 大聲說不會啊 不然你腦子有動啊 我問人家說 我看這個就知道 最後是這樣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都沒有人敢回答 講這樣 他就喔 他國中都有念過 好價值得 那種衣服交易 我打過國中 我那時候還弄東西表演 你就把這個當作輪子啊 欸他這樣 一個自動車子這樣啊 你這個輪子滾過來 你把它弄這樣 他就停這樣囉 本來在那一邊我會掉嘛 欸如果這個車禍他有去倒退 最後會這樣嗎 倒退一定要這樣啊 你要Far away的object啊 哪有可能停起來這樣 我請問你嘛 一講之後所有人都不講話 因為大家都國中有念啊 然後這樣子可以告十年 我都覺得我生意做不完 我需要幾百個土地 我不反對喔 就物理上最後你要去解釋說 為什麼他會長這樣啊 對不對 就是說他中間過程中 欸把人家壓了 然後倒退 然後再壓 這樣幾次 repetition是幾次 各位想一下齁 在基隆的這個基金路上 你可以這樣耍這個 來你敢這樣做嗎 聽懂我的意思齁 好 那個當然不做準 那不能正面 OK 好 回來這裡 我當時第一輪就是咬住就是這個 這個是往前一壓那就這樣 那除非你倒退再前進 但至少最後的一個動作啊 他不是倒車壓力 OK 他們永遠不能解釋這玩意 這個是誰弄的啊 這怎麼發生的啊 一引車後軸動力輪 哎呀 為什麼會變這樣 很可能那個駕駛也有稍微含一下煞車 肉是軟的啊 所以才會骨之外的肉都磨掉啊 這煞車還有別的動動 還有別的動動會變這樣 就是我等一下給你秀照片 台北港那個 在我前面表演的照片 那就是那個警察跟監理所的人聯合計查嘛 我們去考核啊 所以我就站哪裡看 那警察就表演給我們看他們怎麼抓 大車開紅單 懂嗎 他們在前面抓 他一比車子就要往外踢 我們只是看著站在哪裡看而已 他往前開的時候 後輪在我前面就 警察攔他 所以你是減速靠路邊嘛 對不對 你看不到他的腳 可是他是在減速靠路邊 所以腳應該是含著煞車啊 然後在我到了我前面的時候 就突然那輪子就這樣滑一下 然後繼續走 我就趕快把他拍起來了 這個就是那種事啊 懂嗎 輪子會突然提你一下一下 這個只是多一點而已啦 這些白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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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白白 你不注意看 這也有白白 這九頭這都有白白 這九頭都有白白 都有白白 因為這個是在我眼前真實發生 所以我知道啊 他就輪子瞬間因為含著嘛 那相對哪一個輪子跟地面的摩擦阻力係數 就是毒降啊 驟然降低啊 他就地上這個就hold不住嘛 就會滑一下下 然後就繼續滾啦 會怎樣啊 那為什麼會滑呢 我們這個案子為什麼會滑 因為你的肉啊夾在中間啊 肉跟骨頭夾在中間啊 那是軟軟的東西啊 那你想想啊 軟軟的東西全部都被 這個動詞要用什麼字啊 這個上面的肉 在骨頭上的肉 被人家拔下來 那要用什麼字啊 術語叫做脫手套四上啊 這我照知道 但是我們的術語要用什麼 肉被拔掉被掛掉 類似這樣 因為軟軟的啊 很容易喔 很容易喔 人的這個肉是很軟的 很容易就被拔掉了 全部滑滑就滑一下 因為活差力很小啊 所以會鎖住 輪子瞬間會鎖住會滑一段啊 就會產生這樣的痕跡啊 警察院針對這個事 哇 糾正了 很長啊 非常的長 長到多少 31頁 誰被糾正了 交通部 內政部 警政署 上一次那個十年前的 連那個警察大學好像也被牽連進去 前面就是災藥 蓋藥 很嚴重啊 車禍這麼多啊 然後呢本院還接獲 類似陳情案件非常多啊 所以要來調查啊 然後進行了八次諮詢啊 前往四個大學 所以主要維斯是底下這個黑字 他就說人家有什麼什麼應該改進啊 當然講人家維斯就是糾正要 這些單位要去改正啊 知道嗎 好 那這是通案的事啊 然後他裡面就舉了一個啊 好啊 因為辦事發生什麼樣的情形啊 所以你們這些 副議會監定會做得不太好啊 有這些缺失啊 然後呢 裡面又怎樣怎樣啊 然後呢監聽品質不穩啊 造成長年殘送 你看像這個案子啊 搞了11年 形成當事人家庭龐大負擔啊 累積民怨 喔來了來了 來了 他說for example 告了12年 來了我們被嗲出來了 我們還站中間耶 不錯 嚇中 基義區89年4月鑑定 89年6月副議會鑑定 然後交大93年鑑定 後來覺得我們答案不喜歡 問紅甲99年 100年去問警察 你看啊 全部都被滾過一遍啊 問了半天啊 那機車是不是是成停止狀態這個事啊 我很分析喔 連接車路口是我有沒有跨到慢車道啊 好我們沒有認定 大家有 當時沒有一個一體一體問我啊 所以有些其實我們是沒有講啦 沒有倒車 但是是往前的 然後這個呢 從差地橫連結車應該有倒車 你看大家都被那個誤解對不對 好 副議會呢 連結車輾壓後再倒退 這我們講的就不對了啊 最後還要再前進對不對 for sure 最後一個動作是前進喔 你壓了人有倒退 最後一定要前進 最後反正就是要給我前進 最後停止前的動作就是前進而停止啦 懂嗎 那個後輪推摩托車的狀態 原因是什麼 模糊不清 哇那真的喔 這次開始有倒車了 人接車無倒退 無倒退 阿沙利吧 從這個來看你就知道這個人很阿沙利啊 這頭沒造勢的原因 倒退2.5 波度正3 還說換檔的過程區域可能性不高 是因為換檔有波度倒退 OK 好 這咧 那 欸 換檔上波倒退你要再啟動沒有太簡單啦 我就說在基隆的街上你可以這樣表演 我真的給你跪拜啦 嗯 真的啦 當然這不是證據的喔 這是有點開玩笑 法律上是不允許我用那一種 說給你跪拜這個是 好 完全造勢原因耶 機車無音耶 你看怎麼辦啊 他跟我完全顛倒 OK 這很長喔 非常長啊 各位31頁喔 看到這種案子真的是回家很難睡覺 到底是這樣還這樣 你懂嗎 他很慘喔 到底是這樣還這樣 他很慘因為他要做判決啊 懂嗎 他很艱難喔 我沒騙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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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可以體諒那個 司法的人啊 包括那個律師也是啊 有時候很慘 有些律師譬如說他是被害人這一方找來的 譬如說他是那個連結車的人找來的辯護律師啊 懂嗎 然後他一看到這個 最後那警察的結果 哇 全輸耶 你看怎麼辦 他有一些是剛好顛倒 他明明他看得懂 應該是全輸的 結果判出來是他的權利 你看違反他的心理 不過他們的訓練中間有一個就是這個辯論 你幫你的當事人爭取他的權益啊 懂不懂 他們的做法是這樣 你不能說他在說謊好不行喔 他的職業是這樣 當然他有的職業道德有一個是不可以捏造那個 說謊的東西出來 但是既有手裡的東西就要拿來support你的論點啊 他們的原理只有這樣啊 這樣知道齁 但是我們站在外面的人看會看到那個不好的那一面 會怪他啊 懂不懂 講白話文的時候 真正在制度裡面不會啊 我們在法庭上交叉結問就知道了 那89年他就根據這個判決啊 有一些判決啊 根據什麼什麼 你看喔 這判什麼 殺人會睡到這樣六年耶 重傷一年耶 一判啊 去上訴之後咧 過失重傷一年變八個月 因為付了275萬和解 可是殺人的部分沒有結束咧 上訴駁回咧 為16年耶 ok 然後呢 三神啊 駁回咧 重傷上訴是駁回 那你說是故意嗎 他們可能也不是很知道 然後咧 再來 後面這裡啊 傷勢無法判斷 殺人未睡鎖定執行部分撤銷 無罪耶 你看在這裡就換盤了 無罪 totally not 所以雙方你看這律師就有事做了 就可以去變了 就可以去變了 我們不會把這個完整的告訴各位 我們的文件上 這是公開的各位可以去看 更二了之後啊 同更一 你看到了高院的時候 這裡採用的無罪 那個傷害那個已經 過世傷害已經了了啦 賠了兩百多萬 那有可能會緩刑吧 他有行文來問我們 他們繼續往前告訴他啊 沒有倒車啊 因為 如果倒車無法造成機車最後停止於車輪前緣位置啊 我指的是這個啦 懂嗎齁 我就那張照片那個關鍵 至少最後不是這樣啦 庚三神 無罪耶 我庚一杯叫去 我之前都沒注意喔 被寫了 97再庚神啊 無罪 你看 倒車是一樣無罪 但是呢他開始引用那個 馮甲的那個描述 說他倒車是因為有3%的上坡 剛才講了30% 今天不是那個手機告訴你 protractor嘛 欸那個坡度是有用的 你比較小看 所以他放了一些彭甲大學的鑑定意見 知道嗎 因為彭甲說他是換檔的時候 不是故意 那個倒車不是他壓人家 是你要換檔的時候 倒退路啦 倒退路你知道嗎 意思是這樣 那這裡有寫啊 交道還沒辦法證明 被告有故意倒車的事啊 你看啊 盧了半天盧這樣 這個還不是最終喔 我記得 他這個是 更是已經是了 對對對 到更是終審了 所以這個案子後來被 被監察院當成一個很重要的案例 真的啦 真的 因為你看他搞了那麼久啊 會變這樣啊 所以他們的希望啊 監察院啊 當然是好事一樁啦 希望這個 相關單位能夠再投入 把這件事情 這個業務做得更好 至少不要讓答案差那麼多 不過這我們很難控制喔 你要知道很難控制喔 因為車間會管不了護益會啊 這幾個大學管不了護益會啊 我們有沒有隸屬關係 這幾個大學之間也沒有隸屬關係啊 所以他去糾正是這個啊 另外一個是這個 作業品質啊都不太好 旅生增值及殘送 交通部顯有為師 他就點出交通部的機關組織 那車間會那些事啊 這個我不表了 各位有興趣看 黑字的這個就好了 台灣省設有12個車間會啊 5度本次就移出去了 現在6度嘛 其實他主要是鑑定機關人事結構不好啦 他們人精神之後 所有車間會的人就變成少數喔 台灣省政府下俠的單位喔 現在是完全沒有了 在更早精神之前啊 車間會是台灣省政府交通處底下 公路局也是省政府交通處底下 聽懂嗎 所以車間會的人是可以到監禮手到公路局去喔 甚至到鐵路局他會流通啊 那後來一精神之後 大家就切掉啊 剩下12個會 啊會裡面的技術 技士技 那個那個秘書他們 他就很難移出去了啊 因為沒有可以對調的啦 你可以去請調換單位啦 你要有能耐啊 他也要要人進來 所以他就會變成那叫做 那個人力活水有點不流動啊 聽懂喔 他曾經有很多年是這樣啦 你看他總計這樣算的人只有這麼多啊 99年的時候啊 很慘了很慘了 這細節不表了 五度六度又拉出去 五度六度以目前的結構也都比較完整 現在是歸在公路總局的監禮所裡面啦 啊人力又恢復開始可以流動了 但是不是很順暢的流動 因為他比較跟一般公路其他單位的直系不一樣 所以有點困難 職員幾乎無法內部升遷難以流用 有沒有 過去真的是這樣喔 兩年前現在回到公路總局裡面啊 應該是流通好很多 好非常多了 那委員兼任啊 就像我們啊 他把人力也去算了 委員總共72個啊 61%為現任大學 或高中職教師啊 其他的 而且他有符合 他有規定需要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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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因為我們part time 我們不是常住的人啊 我們都一個禮拜去半天啊 兩到三個小時這樣而已啊 那案子會 主要是我告訴你 告訴各位 主要是案子越來越多 多到你沒辦法handle啦 你怎麼去談品質我問你 政府的機構業務啊 然後他們根本沒時間去用新的設備來做什麼事 很難很難 訓練倒是有 但是非常少 一點常態是一次啊 這些黑的字都是重點啊 周深不足他人都不夠怎麼可能 他們轄區他們都是那個祭司啊 騎摩托車出去看耶 那你像那個台南高雄啊 欸他那個一個轄區很大 台中現在也是耶 連那個和平離山都是台中市耶 你看你看看他怎麼騎摩托車去哪裡先看啊 我問你 你從台中市騎摩托車進去和平離山先看啊 未來就變明天了不是嗎 對啊很遠喔 那鑑定書所作裡面的基礎不明的了 這有一些主觀的說法啦 認定啦 結論位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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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主要都是贏法規啦 事故鑑定辦法裡面有談這些啊 各位可以去查啊 因為我們有一個事故鑑定辦法 這都有規定 照規定做 怕你亂寫啦 好啊所以到了最後呢 有一點小的結論啊 那不同的意見呢 沒有寫入意見書中 但是在我們的簽署書裡面有 有 所以法院會去調 懂嗎 所以偶爾我也覺得 我們開會的時候 大家的合議制嘛 六七個人 他們覺得這樣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會寫字啦 至少以前在竹廟 大概寫字的比例最高應該是我啦 所以就這麼寫字啊 我不會去跟人家爭啦 因為只是他看法不太一樣啊 就ready be啊 但是我會寫字就是了 少數時候啦 真的都用得非常少數 我們開始現在有這個機會做這個了 甚至可能研究生回來做這樣的題目 這做久你就會發現問題在哪裡可以怎麼做 因為你看越久一直 這是問題 這是問題 能這樣做嗎 能這樣做嗎 最後你就會想我們可以怎樣做 但現在幾乎知道如果是哪一種型態是要怎麼辦 知道怎麼辦就要去實驗驗證了 現在我們的stage啊 目前的階段是這樣 那警察通人有一個肇事出判表 你們知道齁 A4的職啊 出了車禍 警察登陸雙方當事人的姓名地址聯絡電話 然後完了之後過幾天他有一張A4的出判表啊 就警察人啦 他會說誰 違了什麼規 他現在不寫誰對誰錯 他是引法條來說 這幾個當事人有犯了哪一條交通規則 如果沒有犯他就寫上無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知道齁 讓民眾知道說你有違規就這樣 他不寫責任 那籍令 事故鑑定意見書啊 車間會他也沒有拘束力啊 法官沒有被那個綁住耶 法官看那個是參考而已喔 在刑事訴訟法裡面的規定是這樣喔 那有沒有論證 事實上並不是沒有啦 為什麼啦 因為最終上法院的時候啊 會被請去交叉結問啦 這是我們偶爾去做的事啦 那個時候呢 就會被結問了 大家都來論證了 雙方的當事人編護人以及院檢雙方啊 會他們就他們真的就會來 欸 結問喔 真的喔 有時候問的是很兇喔 問的你真的是很難過 因為他想要深入知道嘛 你為什麼會這樣說啊 你的原理是什麼嗎 那內政部警察的部分處理車禍 這第三段這裡面也談很多 這個我會把它跳快一點 這不是我們上課的本子 他對警察覺得應該給他處理車禍的啊 這要給他加強啦 要建立機制啊 偵查要如何啊 法治如備啊 這個什麼 組織衛健全啊 講的這些啊 這個要給警察單位內政部警察 他回應欸 欸這個 糾正 書一出來之後 部會要針對這些黑字的 這一條一條要去說 我未來要怎麼辦 我怎麼去改進呢 知道嗎 好 完整性呢 要改進啊 那他就會說 我們做了什麼動作來改進啊 好 這已經到尾巴了 侵入影響作業品質啊 警察太少啊 處理車禍的人分出來 他不止車禍的事啊 然後還有審查制度啊 審核制度啦 在交通組裡面啊 沒有給他專業啊 授予啊 有啦 現在都有啦 他們都有在上課 然後這個警察體系不見得 這就講得很廣的啦 主要是交通警察的部分 交通警察在署裡面有交通組啦 有一個交通組啊 最高的啊 事故統計資料 這一部分他們是登錄而已啦 分析的部分不在警察嘛 各位知道啊 好 提案委員就是林監委跟陳監委這兩位 你只要查其中一個 右邊有一個本案相關的判決啊 一點全部都出來 全部都出來喔 放心 你放100個心 斯法院現在這個 建構非常好 以前是慢慢建構 慢慢建構 舊的都一直掃描進去 現在全部有了 這八十九一樣的啊 這不是很古老的判決書 通通有 舊的他們也一直在 把他放進去Database喔 他們一直掃描做這件事啊 那另外一個各位可以看的是這個 是交大當時怎麼說 這93年6月的時候怎麼說 後來96年的時候被問嘛 一樣啊這很大的案子 我們也沒有用很長的字來描述這個啊 為什麼 因為他終究是一個案子不是很複雜啊 我沒有想到後面辯論的時候變得把它變成那麼複雜 我一開始真的看這案子的時候我沒有覺得那麼複雜 接近路一段啊 他乘右彎嘛 那上有標線分啊 車道寬多少多少多少 車子在哪裡啊 有啊 他也有環網線啊 好這很簡單啊 所以不困難啊 好 然後呢 車子分布是長怎樣啊 這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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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我們用高背放大鏡檢視 你看當時我真的還用這個詞喔 有用 照片你們放大看會看的比較細嘛 你知道嗎 地面留有某痕啊 這某痕是什麼 由書而至全面 並驟然停止 走向屬於往前刮滑而停止 各位 聖文你看這怎麼辦 看到這個字啊 大家都把它看成倒車的嘛 在這啊 重點在這啊 高背放大鏡檢視 你看後來他們法院裡面都沒有仔細看喔 這兩行都沒有人去用這個字 大家只看了那個照片在那邊辯論 走向屬於往前刮滑而至停止 典型之煞車輪胎下有異物煞死輪跡 有沒有 只有兩行很關鍵講這件事 機車左套板前端斷裂啊 破損缺口符合半拖車 右前輪 對不起 這是半拖車的右前輪 有些人以為是半拖車是後面刮黑紫車啊 因為雙軸啊 推壓手造成啊 緊鄰機車旁邊有散落物啊 這照片有啊 可能不在我拍這裡面 所以這個都... 所以不會是啊 當時之前這樣啊 我沒有寫很長 底下他們說你看 你看當時這樣一家而已 好笑一家而已 你看 當然對他們有點後面有看法的人 會覺得講的不清楚 所以怎樣 所以96年他們又來問 他問了幾個具體的 我們當時在講什麼什麼什麼意思啊 在這裡啊 是舊物理濟症分析啊 逸影車 右後輪手指 這個半拖車右前輪往前推壓機車 有啦 他們還讓我承認 有少數幾個字寫的不是很精準啦 懂嗎 黑黑的 我們還是呼籲把它字寫的很精準啦 這個不是連結車倒車所字 我一直強調那擺的不是啦 因為大部分人都覺得那個是啦 然後輪胎下有異物殺死這些東西嘛 還有那個人的腿啦 當然包括那個 這裡也有寫這些事 這一直在講的就是講這些事啦 你如果有仔細看有去思考的時候會很精彩喔 會很精彩 剛才那個案子啊 我現在在想好像真的大家沒有注意看那兩行字在講的那個事 不過因為他們如果沒有去找到那個原來那些講義那個事啦 他也很難接受啦 聽進去那個是那種現象 所以他後面就不會不會把你那個拿出來用 那支持的其實主要是法官喔 中間有很多法官是看得懂的 那支持的法官他用他的心證的時候 他沒把那重要那兩行拿出來列頁 有用喔 你拿出來列了之後 後面要辯論的時候 你要就那個來辯說你這個裡面是錯 如果那個敘述是正確沒有錯 你要跟他辯你會很困難啊 你要找別人來跟他辯啦 我可以給你一個特首的